改的程式碼 我要把它放在云端上 其實就是拿TQC的那個來改 改的部分 我要把它特別用黃色的底色 mark起來 所以其實基本上第一個就網址 網址確定要改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都貼了之後都忘了改網址 一抓奇怪為什麼老是抓不到東西 所以如果假設你一執行發現奇怪 什麼東西沒下來 那非常有可能是你貼了但是你忘了改網址 因為我自己也常發生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一定要切記 第二的話就是把原來抓的那個類別名稱把它換一下 我們把它換這一串 那這一串怎麼來的很簡單 檢查然後找到點兩下 複製貼過來就ok了 那第三個因為我需要兩個欄位 所以我再增加一個B欄 那就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這個裡面的HREF的屬性 那就ok了 好 這個是剛剛提到的部分 那很快的就把資料給抓下來 那這個標題的部分的話其實也蠻容易抓的 所以你會發現雅虎上面的標題啦 那網址其實都很快就可以抓到了 那剛剛的話呢 這邊上面其實有一個焦點 有一個焦點新聞 然後剛好看的其實就蠻 第一個好像那個日元部分 所以還可以再等等 不過已經夠低了啦 我覺得這麼低其實說真的就把它買的放 只是沒有利息而已 一比150吧 因為會不會更低 其實如果你假設想想知道的話 其實我覺得網路上也蠻好查的 那歷史上大概史上 到底美元對日幣 150算是低還是高呢 其實算已經算是蠻 但是有沒有可能更高的 其實我的習慣 我都會有時候用那個 Google裡面打一個美元 然後後面空一格加一個日元 有沒有 這邊就會出現日元 那它就會出現歷史上的一個走勢圖 我覺得這還蠻容易的 而且Google上面都會告訴你 五年內的話你會發現五年內 五年內其實已經算是相對高了 為什麼 因為五年內 這五年的話其實大分都120幾 可能還不到100 大概110 120左右 這幾年才慢慢往上攀升 那已經攀到150了 已經夠高了 還能更高嗎 我想應該不太可 可是其實歷史上有沒有更高 其實你按那個最久 史上其實還有 就是在那個廣場協議 協議的那個什麼 這應該是多少 1984 廣場協議的那個時候 262 天啊 變成100 那時候 就是等於是 一定要日幣要升 哇那不得了 你看 原來你買個東西 買個東西 可能在美國買的時候 便宜到不行 所以那時候日本車所向披靡 你賣得太好了 賺很多 可是突然間升值 升太多了 所以這其實 有點太極端了 我是覺得這個可以再看一下 當然這個 裡面其實蠻多資料都可以抓下來 你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有時候可以做為參考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個資料 假設這個地方 我只要抓前五個的話 當然我剛剛提到 我們現在是把這個 總共 除了焦點跟運動啊 娛樂等等 總共有36個標題跟超連結 那如果我只要抓 像現在它等於是36個 所以Ctrl向下 有沒有 怎麼到34而已 我再跑一下 清楚 Ctrl向下 這個它還沒更新 到37嘛 那如果說 我今天不要這麼多 我只要焦點的部分 因為六個啦 所以如果你要改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回圈的數量 這個是指的是全部啦 有沒有總共 那個class裡面長那樣子 通通抓回來 那除了焦點之外 還有包含其他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只要焦點 焦點一個只有六 只有六個嘛 所以零到五 所以你後面其實 可以把它改成五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執行啦 其實理論上 得到的結果 應該就會是只有焦點而已 有沒有 所以這個焦點應該到焦大 陽明焦大的半導體 培育 感覺有點像是業配 OK 看一下 所以 這裡吧 OK 又不一樣 它有人說更新 最後一個為什麼 國泰證券 那這邊得到的是嗎 不一樣 難不成它又跑了一下 分析 恐嚇 違規 好像也對 下面 下面這三個好像不太一樣 聽 還是說它更新的速度 OK 所以理論上嘛 反正我們是 跑前面六個 這個你們再看一下好了 這個 數量 應該是對的 只是說跑出來的結果 好像失誤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可能再看一下 OK 那如果說 我們剛剛用的其實是用一個物件 我剛剛提到的 就這個物件 就是HTML的這個 Document物件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想要把這個物件 改成什麼 改成IE瀏覽器 不要用那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方法的話 那特別注意 改的方法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參考之前的那個 這個地方應該 之前我們有講過嗎 就是把這個名稱 這個地方有沒有 本來我們爬取證照 是用這個方法 那如果我要把它改成IE物件的話 其實我主要是用了這三個 這應該是四行 那所以呢 其實蠻簡單的 你只要第一個 把這四行複製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地方 我還記得吧 我講過 我們其實主要是這個 XML的 HTTP的那個物件 那一直到哪裡 到這裡 所以這四行 你可以把 當然我的習慣 是先建一個 這個名稱 我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SARB呢 貼到底下 來改好了 不然的話呢 你現在改 剛剛那個 一改 將來如果要改回來 比較麻煩 後面加一個底線IE好了 好 那就是 又多一個SARB 這個SARB 這個SARB名稱的話呢 就是 用來改成用IE物件 那改的話 大概主要有三個 四個地方 這四行 那我的習慣喔 我不太 不會直接把它刪掉 我的習慣呢 會先把這四行 做一個註解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把它 直接刪掉的話 將來如果要改 改不回來 然後在底下 把剛剛那四行貼過來就可以了 複製 有沒有 記得喔 一到四 貼到哪裡呢 我習慣貼到它下方 但貼上之後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個地方 很重要 也是老問題 網址一定要改 所以這個好 網址先改 不然每次都忘了改 一直行 奇怪怎麼什麼東西都沒抓到 OK 好 那把網址呢 貼過來 這樣子實際上 我看一下 應該就OK了吧 所以本來是 用它去抓到它的 這個網頁原始碼 然後丟回來給這個 Doc物件 裡面的InnerHTML 那現在的話 這個InnerTest InnerHTML 實際上就是 IE的Document 其實是指的是 一樣的東西 OK 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喔 所以呢 理論上 一樣會產生一個 Doc物件 那沒問題 所以底下的話 我看一下底下一樣 我們會用在物件 主要是用這個啦 Doc物件 所以這個名稱一定要Match 好 那基本上應該就改完了 好像沒有改太多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把剛剛的程式 改成用那個 IE物件來抓資料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把剛剛這四行 第一個喔 把它 看你要刪掉不刪都可以啦 我是把它鑄結起來 第二的話呢 拿上個禮拜講到那四個動作 產生IE物件把它貼過來 好 記得網址改一下 應該就OK了 好 再來亂亂看好了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動作 記得齁 最後要把IE怎麼樣 把它關掉 所以這個要加一個 Quit 這個把它加一下 不過你不加其實好像 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說會浪費多一點記憶體啦 可是如果你說老師我記憶體都插到很大了 沒影響 那沒差 你不用加這個也沒關係 不過理論上 我的習慣一定會把它clean掉 就是把它從記憶體移掉 不然的話呢 它會佔個記憶體啦 好 把它執行一下看看 理論上 這個的話呢 不過其實 這兩個其實也不用宣告啦 所以其實理論上這個是可以不需要 把它clear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create IE物件 然後它等個 三秒鐘 OK 然後呢 就把它載入東西呢 放到DOC 然後去抓 它的 這個什麼呢 資料 然後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再幫我放到 這個 Excel裡面 只要跑五個就好了 所以應該蠻快的 執行一下 有了 有沒有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啦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 剛剛那個下載 在Yahoo新聞標題 還有超連結部分 改用IE的方式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